伯多禄前书第五章 所以我这同为长老的,为基督苦难作证的, 以及同享那章要显示的光荣的人,劝勉你们中间的众长老。 你们无要目放天主托付给你们的羊群,尽监督之职, 不是出于不得已,而是出于甘心,除天主的圣意。 也不是出于贪卑鄙的利益,而是出于情愿。 不是做托你们照管者的主宰,而是做群羊的模范。 这样,当种师母出现时,你们必领受那不纽的荣观。 同样,你们青年人,应该服从长老。 大家都该穿上谦卑作服装, 彼此时候,因为天主拒绝骄傲人, 却想似恩宠于谦信人。 为此,你们该屈服在天主大能的手下, 这样在适当的时候,他必举扬你们。 将你们的一切挂累都托给他, 因为他必关照你们。 你们要折制,要醒悟, 因为,你们的仇的魔鬼, 如同咆哮的狮子长游,尋找可吞食的人。 应以坚固的信得抵抗他, 也该知道, 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 都遭受同样的苦痛。 那次万恩的天主, 即在基督内照叫你们进入他永远光荣的天主, 在你们受小许苦痛之后, 必要亲自使你们更为成全,坚定, 强健、稳固。 愿光荣与权能归于他, 至于无穷之势。 阿孟! 我借中信的弟兄息以雅乐, 给你们写了这封我认为简短的书信, 为勸勉你们, 并为证明这实在是天主的恩宠。 在这恩宠上你们应该站稳。 与你们一同被选的巴比伦教会问候你们, 我而马以谷也问候你们。 你们要以爱的亲吻, 彼此问候, 愿平安与在基督内的你们众人同在。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